大家好 我是小屁 EOS臨近殺戮即將在11月27號進行工程戰場大改版 然後11月27號的改版總共有3頁啊 很多啊 那這部影片就是來做重點分析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話可以一一來看 因為他寫的蠻細的 影片開始之前請先檢查一下有沒有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記得訂閱哦 首先就是凱基斯要塞有了第三層 然後他是可以使用特殊傳送 凱基斯要塞第三層是沒有BOSS的 好 接下來就是這個優化BOSS副本寶物箱 現在寶物箱不會開到一般的材料那些垃圾 那有機會也會開到怪物核心啊 血蒙爭議效果券這些的 那原本的BOSS之魂還是開得到 接下來就是工程戰跟領地戰的投標的話 投標金額都是不公開的匿名投標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是對哪一個血蒙 那工程戰跟領地戰在工程在戰鬥的期間內 因為角色名稱也會匿名化 除非你是同盟的 所以我是覺得工程跟領地戰應該就是變成 對法師或者是弓箭手來打了 因為你也不知道人家的ID是誰 那領地戰他還有一個特別的更改就是 你每周結算啦 也就是說你今天不是說 欸我這個禮拜沒有人來挑戰我的領地戰 我就不用打 我就爽爽領籃賺 不是不是 你都是每周結算 你每周都要重新投標 然後比如說你這個禮拜你占領了AA領地好了 那你下禮拜你可以去投B領地的標 接下來的話就是工程部分 工程部分他是會有傭兵系統 那傭兵就只有70人以上可以申請 那這邊傭兵的這個條件 他跟規則他寫了很多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可以一個一個來看 那我就不一個一個念了 然後這個搜尋對象的話也是因為工程戰的關係 他會有新增的一些目標 也是簡化掉 因為你在工程的時候你只需要看到目標 跟我們的同伴然後還有NPC這樣子而已 然後工程的時候 工程的首次投標是11月30號開始 工程戰的話是每一周日的8點開始進入準備狀態 然後準備一個小時之後 9點到10點進行工程戰 那你加入血盟未達24小時的血盟成員不能參與喔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是跟天堂M有分開啦 因為天堂M是7點到8點準備 然後8點到8點50工程這樣子 那這邊你如果工程勝利的血盟的話 你可以獲得這一些 全員可以獲得這一些獎品 然後血盟會長的話可以獲得100個血盟爭議券 那你如果有參與的話 你也可以獲得名譽貨幣2萬喔 那傭兵的部分 則是有幸運的靈魂石箱子 第二級然後5個這樣 其他的話就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你工程勝利的血盟的話 則是會有一個伊克內亞城地下的副本可以來打 一天可以使用2個小時 然後一樣是早上5點初始化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篇的公告 是新增的套裝 那這個套裝的話 有藍色的 也有紙裝 也有金裝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新增的部分 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金裝我就不看了啦 然後紙裝的話 紙裝其實官方它的圖片是有點小 所以我仔細看的話是 紙裝套裝總共有2個 一個是露丁一個是塔倫 一個是有加防禦力跟物理攻擊 露丁是防禦力跟物理攻擊 塔倫的話則是防禦力跟魔法攻擊 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它有分蠻開的 那這個亞薩套裝 則是這個藍色的套裝 那藍色套裝它目前就只有 有項鍊啊 吊綴跟手環還有戒指這樣子 那它的套裝屬性也都是只有加防禦 那這個套裝的話我是覺得 它每一個套裝都會有 不是說你要全部湊齊才有套裝效果 它有什麼2套裝 4套裝或是全套裝的效果 所以說我是覺得這個算是可以混搭的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這個新的金套裝 它的製作的材料 這個當然就看看就好 那這邊如果你對於金套裝 你有所好奇的話 你也可以來看一下 那個套裝裝備所需要的特別材料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套裝 金色套裝也是傳說裝備啊 安定值是0 那你點爆之後等同於是 你把它分解掉 分解掉跟點爆的給你的 材料都是一樣的 都是給你這些結晶 就是給你結晶這樣子 這只有金色套裝才有的 接下來的話就是你在玻璃彩地區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對岸 你打部分怪物的時候 會有機力掉落這個羅薩移動捲軸 我們就不用這邊等船了 事前預約的禮物 這些事前預約禮物有分三個 第一個是馬輪的恢復捲軸 這個是7月22號到11月12號這段期間 你如果強化失敗壞掉的 稀有以上的武器防具飾品 當然不包含傷層飾品 你就可以來直接恢復 恢復後就變成綁定 那你如果沒有想要恢復的話 你可以把它做成駐武 第二個是紅色恢復捲軸 紅色恢復捲軸 則是剛剛區間都是跟上一個一樣 然後是可以恢復傷層飾品的 當然你如果沒有想要恢復的話 也可以把它做成駐武 第三個是燦爛的羊皮紙 這個的話是可以製作防暴捲的 給大家看一下防暴捲的部分 它是要4張羊皮紙 跟100張白武 100張白紡才能製作一個 那這個羊皮紙 它也是會用登錄獎勵來發送給大家 這邊有拍發的時間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個預約登錄的話 還有一個傭兵的成長資源禮包 那基本上就是一些商城飾品 然後還有一些補給品 這個大家就看看 接下來的話就是這個 工程紀念抽寵物折扣活動 這是打8折 打8折 然後一個伺服器只能限定10次 接下來最後的話就是把最高級怪物信物給刪掉了 它現在目前就只有新增的上等怪物信物 這是可以獲得一般到 這個精英應該是藍色的 然後還有一個特級怪物信物 這個是藍色到特殊 特殊應該是金色的 然後一個是300鑽這樣子 所以就是分兩個 一個是60鑽抽一個 然後是白色到藍色 或是300鑽一個就是藍色到金色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這次EOS工程前大改版的重點分析啦 還是老話一句建議大家自己來細細看過 尤其是你想要工程的玩家們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消息情報問題的話 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PYT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EOS寧靜殺戮的朋友們 我是小P 我們就下次見 crash前 arch長 一下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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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